暑假到来,青少年经常因为喝酒或者是看不顺眼或者针锋吃醋就大打出手 造成社会治安事件 花莲警分局特别拍摄一支青春专案宣导影片 结合时事抖音来吸引年轻人的注意 内容是以鼓励年轻人多运动打球,不要涉足不当场所 更以诡谐的代替语言来表示骂人的话语 增添了许多戏剧影片效果 暑假到来,青少年常常因为涉足不良场所饮酒 或者看不顺眼就大打出手造成了社会治安的事件 花莲分局就特别拍摄了一支青春专案宣导影片 结合时事的抖音吸引了年轻人的注意 内容不只鼓励年轻人多运动打球,不要涉足不良场所 更以诙谐的123456来作为骂人的语话 增添了语片的效果 那因为内容里面我们跟同事互相讨论了之后 认为说我们以运动来代替打架 所以才会有一个标语口号就是 打球不打架,青春不抬关 那利用这个结合时事的抖音来吸引年轻人的注意 内容并鼓励年轻人以多运动打球 以涉足这个不当场所 以免引来憾事 那其中更有梗的就是同仁以123456 辉谐的语言来代替这个骂人的话语 增添了许多的戏剧的效果 那笑料十足 那演员逗趣的表现 那获得网络上非常高的点阅率 借此影响社会整个社会暴力风气 影片上传在网络之后 也获得许多民众的点阅率 结合时尚抖音台观影片 穿插效果十足 演员的逗趣逼真演出 也获得了网络上点阅率相当的高 警方也希望宣导短片的效果 能够达到宣导的目的 记者林杰华联市采访报道 感谢提问